比特币是一种数字货币,是一种新的货币形式,你可以在网上用它买东西。 它与传统货币不同,它不受银行或政府控制。 比特币是去中心化的,这意味着它不受任何单一实体控制。 它基于区块链技术。 区块链是一个数字账本,记录所有比特币交易。 比特币很安全,交易经过加密,并有多方验证词。 这使得伪造或双重支付比特币变得困难。 比特币也是透明的,所有交易都记录在区块链上。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比特币,你不需要银行或政府的许可。 你可以从世界任何地方发送和接收比特币。 比特币速度很快,交易处理迅速高效。 比特币基于一种叫做区块链的技术。 想象一个记录每笔比特币交易的数字账本。 这个账本叫做区块链,它就像一本巨大的公共账簿。 当有人发送比特币时,交易就会被添加到一个区块中。 一个区块就像账本中的一页。 每个区块都链接到前一个区块,这就创建了一个区块链。 因此,得名区块链。 矿工负责将新区块添加到区块链中。 他们使用强大的计算机来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。 这个过程叫做挖矿。 一旦矿工解决了问题,他们就把区块添加到区块链中。 新区块包含所有最近的比特币交易记录。 这个过程确保了区块链的安全性和难以篡改性。 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账本,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。 这意味着没有一个单一的实体或机构控制整个网络。 每个参与者都可以查看和验证交易,这使得系统更加透明和可信。 当一个区块被添加到区块链中,它会被多个节点验证。 这些节点是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计算机。 这种分布式的验证过程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。 此外,区块链技术还使用了加密技术来保护交易信息。 每笔交易都被加密,只有拥有正确密钥的人才能解密和查看交易详情。 这增加了系统的安全性,防止了未经授权的访问和篡改。 总的来说,比特币的工作原理依赖于区块链技术的区中心化、分布式验证和加密保护。 这些特性使得比特币成为一种安全、透明且难以篡改的数字货币。 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,它是由一个化名中本聪的匿名人士或团体发明的。 没有人知道中本聪到底是谁,这至今还是个谜。 第一个比特币软件于2009年发布。 在早期,只有一小群人在使用比特币,主要是程序员和科技爱好者。 当时比特币的价值很低。 2010年,有人用1万个比特币买了一个披萨,这是第一笔使用比特币进行的真实世界交易。 这次交易被称为比特币披萨日,每年5月22日都会被比特币社区纪念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比特币的价值开始上涨,越来越多的人对比特币产生了兴趣。 比特币的价格在2013年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,吸引了全球的关注。 今天,比特币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,数百万人都在使用比特币。 比特币的价值已经大幅上涨,现在被认为是一种主要的资产类别。 比特币不仅仅是一种数字货币,它还代表了一种新的金融体系和技术创新。 它的去中心化特性和区块链技术为金融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。 许多企业和机构现在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方式,甚至一些国家也在考虑将其作为法定货币。 比特币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。 人们使用比特币的原因有很多。 有些人把它作为一种投资,他们相信比特币的价值会继续上涨,希望将来能把比特币卖出去获利。 其他人则使用比特币进行在线交易。 比特币提供了隐私和安全,而且方便快捷。 现在很多商家都接受比特币支付。 在货币不稳定的国家,人们也在使用比特币。 这些国家的人们可能会使用比特币来保护他们的储蓄,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。 他们也可能用它来跨境汇款。 此外,比特币是去中心化的,这意味着它不受任何政府或金融机构的控制。 这对不信任传统金融体系的人很有吸引力。 第五部分,比特币的优缺点。 与任何货币一样,比特币也有其优点和缺点。 它的一个优点是去中心化,没有任何单一实体控制比特币,这使得它能够抵抗审查和政府干预。 另一个优点是它的安全性。 比特币交易经过加密并有多方验证,这使得伪造或双重支付比特币变得困难。 然而,比特币也有缺点。 一个缺点是它的波动性,比特币的价值可能会大幅波动,这使得它作为一种投资有风险。 另一个缺点是它的复杂性。 了解比特币的工作原理,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具有挑战性,这可能是其被采用的障碍。 第六部分,比特币入门。 比特币入门,比你想象的要容易。 第一步是创建一个比特币钱包。 比特币钱包就像一个数字银行账户,它允许你存储,发送和接收比特币。 比特币钱包有很多种,有些是在线的,有些是离线的,还有一些是在你的手机上。 选择一个适合你需求的钱包。 有了钱包之后,你需要获得一些比特币。 你可以从加密货币交易所购买比特币。 你也可以通过商品或服务付款来接收比特币。 当你有一些比特币后,你就可以开始使用它了。 你可以用它在网上购物,给朋友和家人汇款,或者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投资持有。 比特币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,越来越多的商家和服务提供商接受比特币支付。 你甚至可以在某些地方用比特币支付日常开销,比如咖啡店或餐馆。 另外,了解比特币的安全性也很重要。 确保你的钱包是安全的,使用强密码,并启用双重身份验证。 记住,比特币交易是不可逆的,所以在发送比特币之前,一定要仔细检查接收地址。 最后,保持对市场的关注,因为比特币的价值波动较大。 通过不断学习和了解,你会发现,比特币不仅是一种支付方式,更是一种全新的金融体验。 第七部分,比特币的未来。 比特币的未来是不确定的。 一些专家认为,比特币的普及程度和价值将继续增长。 他们预测,它最终成为一种主流货币。 其他人则更加怀疑。 他们认为比特币的波动性和复杂性,使其永远无法传统货币。 他们认为它将仍然是一种小众资产。 尽管存在不确定性,但有一点是明确的。 比特币已经对金融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。 它向更广泛的受众介绍了去中心化数字货币的概念。 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比特币的未来。 然而,在未来几年里,它很可能仍然是一个讨论和辩论的话题。 第八部分,总结。 比特币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,它有可能改变我们对货币的看法。 它是一种去中心化、安全和透明的数字货币。 虽然它有其优点和缺点,但很明显,比特币将继续存在。 无论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投资者,还是一个好奇的初学者,了解比特币的基本知识都很重要。 通过了解它的历史、工作原理以及潜在影响,你可以就是否将比特币纳入你的财务生活做出明智的决定。 与任何新技术一样,在对比特币做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,谨慎行事并做好研究至关重要。